前一日大跌后,在运美股大跌,A股次日大概率会暴跌,然而,10月30日,我打A股虽然一滴开起好,起料证监会一格文股,让尾顿的股市如同打了鸡血一般,迅速反转,至收盘,上证报收2568.05,涨1.02%,深乘7375.23,涨0.72%, 盘面上,券商在现场停潮,采决,机场,多云金融,景点等板块领涨,营销传播,触其养殖,饮料制造,通信设备,黄金等板块跌幅之前,概念股方面,房地产开发,ST概念,特钢概念,杭州亚运会,昨日找停等找扶居前,中汉自贸区,券商,白酒,食品安全,智能银箱等跌幅之前, 个股方面,有2752指个股上涨,其中海星电力,中原鞋和,要明昂得等150指个股上涨幅度超过5%, 此外,仅230指个股出现下跌,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平安开盘跳空下跌3%,之后逐渐转跌为涨,5盘收盘涨幅超3%,随在5后出现下跌,但收盘股价依旧上涨1.29%。 10月29日晚间,平安集团发布的2018年三季报显示,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793.97亿元,同比增长19.7%,不过第三季度仅揽入213.97亿元, 同比下滑6.53%,而在已经披露三季报的其他三大嫌棋中,出中国人受业绩更为坦淡,中国泰宝和新华保险第三季度同比具有微增。 随后,中国平安把布公告称,宁着情急事需回购公开发行的境内,境外股份,回购总额不超过总股本的10%,耗资获达先亿,虽然起草间公告称, 回购方案上市股东大会审议,回购价格,数量等只有不确定性,但中国平安股价已然收涨。 10月30日上午,政经会发布,表示正在按照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统一部署, 为了资本市场改革,加快推动以下三方面工作,回应市场关系, 一是提升上市公司质量,加强上市公司治理,规范信息披露和提高透明度, 创造条件鼓励上市公司,开展回购和并购重组。 二是优化交易监管,减少交易阻力,增强市场流动性,减少对交易环节的不必要干预, 让市场对监管有明确预期,让投资者有公平交易的机会。 三是鼓励价值投资,发挥保险,资保,各类正确投资基金, 合资管产品等机构投资者的作用,引导更多增量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。 英大正确首席经济学家丽达肖表示,证监会退出三大众大利好消息, 上市公司质量招住了核心,投资公平交易大大激发市场活力, 长期资本入市推动市场稳定,三大利好政策都具备重要意义, 市场会有非常正面反应。 世界注意到,证监会在收盘前洗,删除并重发了这则使股价看涨的, 但股市并未应该变动而受到走势上的影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